特朗普刚刚胜选了 然后其实他上台之后呢 会公布一系列的政策 然后其实是会对美国经济和股市 都产生比较重大的影响 就是特朗普会再次登选 部分行业已经有一些的反应 那么你对此会有什么看法 特朗普的2.0的反应 就是他在明年的1月份 入主的白宫的时候 这个大致上这个就是政策的大的方向 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我们参考了 但是呢就是有一些的 从现在到未来的2个月份 我们也现在看到就是 他已经开始对他自治的 内阁的成员的一个提名 已经有一些的公布的嘛 对吗 所以就是最近的就是他对 对未来的财长的就是这个提名 就是他打算的就是提名 一位就是基金的经理就是 他的名字就是这个 这个Benson特嘛 就是英文的他的名字就是 Scott Benson 就是我看到了就是事强的 当他有一些的新的人选的 这个提名的时候 事强的就有不同程度的反应 我认为的就是在未来的两个月 他不断的有新的这个成员的提名的时候 事强就有不同的这个这个反应 做出不同的程度的反应 就是啊 我看到了大部分的他的人选的提名 也是遵从的这个这个大的方向 就是所以呢 未来的人选的提名 对于他这个这个政策的这个啊 啊调整的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程度的作用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个财 财长的这个财长的这个人选的就是啊 这个这个就是阿班特森嘛 他的主张就是提高的每一年提高 就是国内的GDP百分之三 还有就是呢 他也认为了现在的两半的政府的这个财 这个这个这个财务的这个情况非常严重 所以他应该就是尽量的把这个财务的尽量的 降低 还有就是他在也主张的就是每一年呢 就是把这个啊原油的这个生产的也需要 大大的提高 最重要的啊就是昨天呢 他这个啊 斯卡叛生的就是他发表的一些言论 对市场的有一个很利好的这个这个这个作用 所以呢 呃昨天呢 应该美股也是创创一个一个啊 差不多是一个新的历史的高位嘛 就是他 主张呢就是在增加这个关税之余 对于本地的美国的本土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公司的 盈利的这个税率也需要降低 所以呢在当地的这个啊 企业的这个税收呢 这个税率降低 但是对外的这个关税需要提高 所以呢他在不同的这个人选方面 做出不同的政策的调整的对于市场是很重要 所以现在未来的两个月份呢 我觉得就是市场是比较 呃集中他在人选的方面 是哪一个主任 哪一个职位 对市场是有很大的分别的 但是呢你看到最近呢 他在这个啊 微信方面的 人选呢 对于 呃一部分的啊 药业的药物的 而股份就不利好了 就是因为呢 他拿一个当选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部长呢 就是对于email的这个应用呢 是要保留 所以对于有一些的啊 部分的医药股呢 我看到最近的两个星期就有不同 程度的这个这个下跌 所以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的就是 呃 大家需要留意一下就是对于不同人选的 提名对市场呢 或是不同的办法也是有不同的 的影响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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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